- 又是否正常的教育? - 教育的教育? - 我觉得啊 - 我们一直认为说 - 这个世界上 - 其实生活里的 - 万事万物都很丰富 - 所以其实我们在课程里头 - 我们会比较少一些的记忆背诵 - 我们比较希望孩子出来 - 真的就是像一个人 - 那样在活着 - 会关心周围的人 - 周围的环境 -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厚厚院的那个台湾朴树 他得了核根病 然后倒了 朴树倒的时候 即便他在厚厚院 就孩子最不常去的地方 但我们还是认为说 这一棵树在学校里头 所发生的任何事 都是跟孩子在一起有关的 所以我们带孩子去跟朴树说再见 本来只是跟树主说再见 然后到享受办家长讲座 后来就觉得 那如果颠倒过来 把这个主题放在班级里头 所以我们原来从这个有树真好 会不会是让家长更能感觉到 树对人 树跟生活跟人的关系 9月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活动是 带孩子攀树 爬到树上去感觉那个树上的风景 树上的凉风 除了抱树走树 然后利用树的产物丸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让孩子去说说看 他们认为他们的周围 或者这个学校的周围 哪里有树 然后就带孩子实际走到 那个地方去在树下自由玩耍 探索 爱自然这件事 我认为不是大人一直告诉他说 你要爱自然就可以做得到 我比较多的想法会觉得说 如果孩子真的喜欢这件物品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愿意去保护它 去欣赏它 去爱它 所有的游戏 或者是所有的触摸 只有一个感觉 是要让他们觉得 哇 学校真的 我们真的很幸福 有这些树在我们的旁边 有这么多的枯枝落叶 可以陪我们一起玩耍 然后在我们最热的时候 可以有一片树给我们 很多的阴凉 所以有树真好这个主题 在做的时候 我们想要的就是 因为孩子 父母看到孩子的爱 然后他们愿意有更多的 陪伴孩子一同 即便只是在上班的途中 在路上停下来 看地上的一片落叶 我觉得那个都是能够促成 孩子跟家长去 愿意为这个自然 寄一份心力 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